现在这个智能设备需要加符 这个隔离空调压缩机坏了 需要更换压缩机 但是更换压缩机需要放符 为了不浪费符 所以现在要把这个空调中的符给它导出来 加到这个智能设备上 这个智能设备刚才已经把真空抽完了 抽完真空以后 因为这个隔离空调 锡管和粗管都在加符口 所以咱们在锡管上焊接了一个堵头 然后再把这个脚筷打开以后 智能计就可以加到这个智能设备上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空的浮凉瓶 也可以把瓶出真空 然后还是以同样的方法接到这个脚筷上 也可以把整机倒出来 不浪费 如果锡管不带检测口的 也可以接到粗管上 操作方法都一样 在粗管上含着一个堵头 然后接上 加符管就可以了 现在两个发门全是关闭的 这是符子出不来的 打开发门以后 符才能从这个加符口出来 就这么简单 这个空调有2.5公斤的这种进来 现在智能计20多1公斤 如果放了挺浪费的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符大部分全部倒出来 一会就把符全部倒出来 看看够不够这个智能设备使用的 现在咱们拿内六角 把发门打开 打开以后 把管拧开 排一下空 然后打开发门 现在外接的压力 有6个多 一直往这里边架 等到架到平衡压力不动了 然后再把智能设备通上电 让压缩机往里吸 这样会倒得更干净一些 现在已经压力平衡了 5个压已经不动了 咱们把智能设备通上电 然后开机 设定零下19度 环节温度25.7度 正在延时 一会就启动了 现在基础已经开始运行 浮的压力已经下降了 三个压 原来五个压 现在降了三个压了 排气管是温和的 现在浮的压力还是不够啊 还是要再加 两个压了 压力还在下降 能抽多少算多少吧 抽了半天 现在出不到一个压力 现在出不到一个压力 把这个外基础 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几乎没有了 这样就把外基础的冷媒 全部倒出来了 一点不浪费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请给一个 一圈三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